好 我是郑德教育的大神老师 我们今天讲奔子汽车发动机 钢铁发动设备的设计 OK 首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奔子汽车 非常时髦 非常漂亮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全球的汽车的 顶级品牌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汽车的话呢 它前面有这个引擎盖啊 引擎盖的话 接开的话呢 会看到里面的这个发动机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发动机 发动机的话呢 我们下面这个主体部分的话呢 它是发动机的钢铁啊 发动机钢铁的话呢 通常都是铸造件 通常的话呢 也是我们这个铸铝铁 这才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铸造机的话呢 它有一些特点啊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表面会什么呀 比较粗糙 是不是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很多什么呀 在这个模具里面的话呢 可能会有很多跟模具相连的一些 多余的块 但是的话呢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要装成这个发动机的时候呢 必须把它去除 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扩孔 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雕刻一些什么呀 一些特殊的一些标志出来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这地方 是不是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钢铁的话呢 进行去加工 进行前工处理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这个钢铁啊 它各个方向都有 是不是 它的话呢 非常复杂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对这个发动机钢铁的话呢 各个方向啊 各个位置啊 进行什么呀 加工 是不是 很明显 我们要各个方向去加工的话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发安装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款设备啊 哎 它就出来了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的话大致地描述一下 我们这个基本的工作原理 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它钢铁啊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什么呀 去下面去抓它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输送设备啊 然后呢 把这个发动机钢铁 以及的话呢 相应的夹具啊 全部放到我们这个上面 是不是 放到这个上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夹取 需要进行夹取的话呢 很明显 我们的话呢 这个什么呀 哎 它这个爪子的话呢 它要下来 是不是 好 下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地方也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气缸 然后呢 哎 把它什么呀 先把它松开 是不是 就像我们人去抓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 手的话伸开 然后呢 往里面缩 然后呢 夹住它 是不是 夹住它的话呢 我们这个进行加工的时候 需要对它什么呀 进行这个各方向 进行加工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呀 翻转设备啊 是不是 一个翻转机构 不是翻转设备啊 是不是 翻转机构 是不是 好 比如说我们翻到这地方 然后呢 加工这块 是不是 翻转到另一个地方的话呢 加工另一块 是不是 很明显的话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翻转它的这个标性 是不是 好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上面啊 是不是 刚才的话讲到我们这个翻转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话呢 一步步的去探讨我们整个结构 首先大家看到的话呢 这地方是一款电机啊 我相信大家的话 可能会看到这个电机的话呢 马上会知道它是什么电机 是不是 很明显的话呢 是四伏电机 是不是 所谓的四伏电机的话呢 就是它是什么呀 一种必识结构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呢 我们用的这个四伏电机啊 它可以比较高的精度的 什么呀 控制 是不是 以及高精度的定位 所以的话这里面呢 我们上下定位啊 相对来说 位置还是比较准确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我们对这个四伏电机 有所了解的话呢 通常四伏电机的话呢 它这个转速在三千状 是不是 三千状的转速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带动这个 这个的话呢 四感它的这个导致的话呢 可能是20 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 这么一个转速的话呢 意味着它的线速度过快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下面的话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面呢 其实啊 它是四伏电机的 这个减速箱 是不是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里面 对这个速度啊 降下来 但是的话呢 我们四伏电机的话呢 速度降下来 另一方面的话呢 它这个转距的话呢 不上去了 是不是 正好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面呢 我们是四感 是不是 这里面呢 是直线道轨 是不是 我们的话呢 先分析这块啊 待会的话呢 我们讲下面这块 是不是 这地方 我们这个四伏电机 它跟我们下面 这个四感轴的话呢 它们的连接 是用连组器 打击好了 所有的连组器的话呢 就是连接两根轴 让它们的话呢 实现同步运动 是不是 好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这个连组器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种连组器的话呢 是什么呀 叫模片式 弹性连组器 是不是 之所以选择 弹性连组器的话呢 有几个点 我们的话呢 这个可以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 第一个点的话呢 选用这个弹性连组器 它可以允许 这个两根轴 它们这些的话呢 相对位置精度 可以比较低 是不是 这的话呢 就降低了 我们这个装配的成本 这第一点 我准备好了 是不是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什么呀 在频繁的启停 自动的时候 在这个定位的时候 它的话呢 可以什么呀 承受一定的扭矩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选用这个啊 它的话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损坏 这根轴 以及呢 下面这个四杆轴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分析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观察这一段 是不是 我们会发现 基本上 它所有的重量的话呢 全部是由我们这一块 来承受的 是不是 所有的重量的话呢 全部是压在我们这个板子上面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这个轴承 它必须满足一个点 就是它能承受这个轴向力 所以我们这个轴承 大家一定选好了 是不是 我们通常可以选择 这个锥子轴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也通常可以选择 这个什么呀 这个 脚结束轴承 我们也可以选择 这个平面轴承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呢 这个指腿轴承 它接下来 是不是 但是话很明显 我们这里呢 选择这个脚结束承 是最好的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一步一步的往下边讲啊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地方是什么呀 两根直线导轨 是不是 这地方我们这个导向器的话呢 通常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的话呢 是直线手轴 一个情况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直线导轨 之所以选择直线导轨的原因 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是因为它能承受各项能力 对不对 它的承受的力的话呢 这个能量 特别的什么呀 强 是不是 像我们这的话 这个什么呀 受力的话是比较复杂的 是不是 而且的话比较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 通常的话呢 会选择这个什么呀 选择这个直线导轨 做抖上线 好 然后到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把它引藏起来 会看到啊 这个直线导轨的话呢 它有四个滑块 是不是 这个方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 是不是 之所以选择 四个滑块的话呢 主要是 提高它的 刚性 是不是 就好了 这里面 我们以后 凡是类似的结构 除非是一些 受力特别小的结构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两个滑块 是不是 通常的话呢 都是四个滑块 就好了 是不是 这地方 就是我们选择的 这个原油啊 是不是 好 因为我们这种结构的话呢 以后会见到很多 比如说 机床啊 对不对 比如说 类似的这么一些什么呀 这个XY设备 或者说XYD设备 是不是 所谓的XY XYD的话呢 是指它这个 几个自由度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继续往下面讲 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惦记的话呢 带动这个 是不是 然后呢 就让我们这个爪子的话呢 上下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会看到的话呢 这里面 大家如果认识这个的话呢 可能会 大刻的意识到 是不是 这地方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这个 传感器 是不是 应该是 接近开关 传感器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 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同学们 我们来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来这地方 这里看到一个点 是不是 其实啊 这地方是我们这个感应点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是对这个 什么呀 观察了的是否到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是那些四体 同学们看一下啊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啊 它是观察它的 这个到来 是不是 其实 这地方 它是进行线位保护的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现在这个 到了这个位置 还是往上面走的话呢 有可能 它们之间会有干涉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是保护的 它是线位的啊 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对位置进行限定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的呀 如果说你还是往下面走的话呢 那可能有危险了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可能这个什么呀 气缸的话呢 就把它什么呀 给拉出来 是不是 整个胡椒感 全部拉出来 是不是 说到这里面呢 它是对我们 进行这一个 区间的限定 是不是 让我们这个 正常的工作区域的话呢 都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由来 是不是 然后呢 但是它仅仅是什么呀 给信号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们这个 色复电击机 是不是 色复电击的话呢 接收到我们这个 信号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 停下来 是不是 好 但是电击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出失 什么呀 发生一些故障 是不是 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它会什么呀 有一个弹簧气锁 是不是 大家看没有 这地方呢 是一个弹簧气锁 弹簧气锁呢 如果说出现 刚才我们看到的话 两个极限位置 是不是 它马上会把这个 都会弹出来 是不是 弹出来后呢 挡住它 它的话呢 这会不会往下面掉 是不是 这地方我们称为 什么呀 这一个防吊气锁 它叫了 防吊气锁 是不是 好 这地方 一个的话呢 它是电击会停掉 万一电击停不到呢 那就通过我们什么呀 通过我们这个 进行什么呀 这个什么呀 防吊 对不对 好 它这个地方呢 很像一个锯齿 是不是 锯齿是一个 好 然后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气缸 我相信大家的话呢 可能会感觉很奇怪 是不是 刚才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已经探了到 它极限位置的保护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气缸呢 对不对 而且这个气缸的话呢 它又是一个什么呀 不太一样的气缸 如果说 大家对我们这个气缸 有所了解的话呢 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一坨 是不是 我们这一部分 跟前面的话呢 它是分开的 是不是 是两个组成 对不对 这里面的话呢 这种气缸 就是所谓的这个锁紧气缸 这个锁紧气缸的话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整个这一块 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 它不会让我们整个这一块 掉下去 大家切好了 它不会让我们整个这块 掉下去 所以的话呢 它这里面是保护我们整个这块的 是不是 大家切好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刚才的话 这一块的话呢 是保护我们这一块的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 它的这个职能呢 跟这个职能不一样 是不是 所有的锁紧气缸的话呢 我们也成为刹车气缸 当我们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 它的话呢 马是会卡死 会爆住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就会停在某个位置 通常的话锁紧气缸 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的话呢 是安全保护 我们写我们这里是的 是不是 第二个作用的话呢 就是定位 是不是 定位的话呢 我们这里不是 但是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定位的 是不是 包括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也是定位的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我们用到这个锁紧气缸 它的第一个功能 保护功能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接着 大家往下面讲啊 是不是 好 我们看到这一块 这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爪子 它的这个伸缩 是不是 伸缩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一块 它的话呢 是由我们这个气缸 然后呢 什么呀 这个往前面伸 往后面缩 是不是 然后呢 可以跟我们这个什么呀 钢体的夹具的尺寸 匹配起来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边上的话呢 这里面是 叶黄融器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是定位器 是不是 这个叶黄融器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是防止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机架 是不是 然后呢 它会与我们这个碰撞 是不是 那就好了 是的话防止我们这一个啊 然后呢 跟我们这个碰撞 是不是 因为的话这里面是活动的嘛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 好 这是活动的 好 这份呢 它这一个叶黄融器呢 会先把它的速度给降下来 是不是 先降低速度 降低完速度呢 然后呢 它这个速度基本上 接近于什么呀 0的时候 或者很小 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定位器 这可以定位 或者叫纤维器 进纤维 防止我们这个滑块滑出去 是不是 滑个通话呢 大家看到没有 在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说你不对它 见线维器的话呢 外滑出去呢 怎么办呢 是不是 好 这边是的呀 你们看到没有 两倍的话是对称的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再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里面的话呢 它也是的 也同样 是不是 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呀 为了防止我们里面 想碰撞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也是适应我们这个尺寸的 我们这个尺寸 事多少的话呢 你不能再往里面走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液晃充器 晃充器 跟我们这个定位器 它什么呀 共同的达成的 这么一个功能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再来分析一下 我们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个什么呀 有这么一个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这个 什么呀 气缸的这种连接器 是不是 我们上面也是的 这种连接器的话呢 通常啊 它是可以有一定的 摆动的 对不对 大家记好了 叫浮动接头 叫浮动接头 是不是 所有的浮动接头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轴啊 是不是 气缸 这个活摘杆 然后呢 跟我们这个接头的话呢 它可能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是平行的 是不是 但是当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负载啊 有偏差的时候 它们可以允许一定的角度的偏差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叫浮动接头 对不对 叫气缸的浮动接头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两个必须都选择 这个浮动接头 大家把它记下来 是不是 这个的话以后我们会用到上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我们现在去思考我们下面这个点啊 是不是 我们看到下面的话呢 这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说把它隐藏之后呢 会发现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 你刚才 我们刚才不说过了吗 是不是 它可以往里面躲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往外面退嘛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会用到一种什么呀 叫称套 或者说我们叫含油称套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或者呢 油气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石墨 含石墨的称套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 这方面一般是铜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里面的话呢 可能在这个制作的时候 它的话呢 会把这个油啊 注到里面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有可能在我们这个表面的话呢 有一些石墨颗粒 是不是 这个情况都可以啊 是不是 然后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一个什么呀 这个杆子 然后呢 可以自由地伸缩 是不是 而且我们这里面选择了两个 选择两个的话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啊 我们这个尺寸比较大 如果需要一个的话呢 可能稳定性不够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呢 选择了两个 是不是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把它恢复 看一下 这里面它是如何定位的 是不是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话呢 对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称套 进行定位 第一个定位的话呢 我们里面的话呢 是用我们这个台阶 进行定位 是不是 或者说我们这个 叫什么呀 叫主件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它有个槽啊 这个槽的话呢 是卡簧槽 是不是 当然是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孔用卡簧 对不对 孔用卡簧的话呢 对我们这个 进行定位 是不是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东西不会出来 是不是 这个方法呢 它就可以实现自由伸缩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它肯定有一个度了 这个度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说再往里面伸缩 到了这个位置 它就不行了 是不是 好 这地方就是关于 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地方当然它有几个功能 是不是 第一个功能的话呢 我们这个杆子 把这个连起来的话呢 它们就可以实现同步 大家看一下啊 这地方是我们这个方程族件 它可以实现同步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适应不同的尺寸 是不是 因为它可以什么呀 在这地方可以褥动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块设备 大家看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很明显的话呢 用到了这个轴层 是不是 而这地方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块 这一个弊 是不是 以及这个弊 很明显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分析下 能不能想想 应该是几个轴层呢 是不是 应该是两个轴层 是不是 因为一个轴层的话呢 它这个稳定性不够 是不是 它可能的话呢 这个轴层呢 它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 它可能会有什么呀 有角度的偏移呀 是不是 甚至的话会破坏这个轴层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没看里面的话呢 知道里面肯定是 有两个轴层 鉴于我们这款设备 它的这个负载的话呢 我们通常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 大家搞清楚啊 一个发动机 在七八百公斤的样子 然后呢 钢铁的话呢 大概是什么呀 几十公斤到一百公斤左右 是不是 不是特别重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肯定是选择这个 深沟球轴层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深沟球轴层 是不是 好 深沟球轴层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端铁隐藏起来的话呢 会发现啊 这里面呢 是什么呀 是两个圆弱层 是不是 这两个圆弱层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轴层呢 进行什么呀 进行纤维的 是不是 好 这地方 大家一定搞清楚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对这一块 它的有所了解的话呢 这个什么呀 叫双圆弱层 在我们这个紧固件里面的话呢 会专门讲这个点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继续回来啊 是不是 把这地方呢 把它恢复过来 是不是 当然的话呢 另一侧也是的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地方呢 我们这个什么呀 是双圆销 是不是 它是卡在我们这个什么呀 卡在我们的这个钢体 它的这个夹具里面 是不是 这里的话呢 这个材料 我们通常啊 选择这个中叉钢 然后呢 这个表明应对要够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通常会对它进行 这个战火处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防修性的 是不是 所以通常我们这个表明啊 会对它进行发黑 是不是 发黑处理 好 然后这块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整个这块方种的话呢 它是由我们这个电机来驱动的 是不是 这个电机的话呢 很重要了 我们上面的话呢 它是我们这个四伏电机 四伏电机的话呢 它可以停在某个位置 它本身是具备这个刹车功能的 是不是 它本身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电机的话呢 大家一定记好了 我们要选择这个刹车电机 刹车电机的话呢 它就什么呀 可以抱住 比如说我们给它个 什么呀 给它个信号 它的话呢 就会停在某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它正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方转阻击里面 它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它可以让它停在某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要选择这个刹车电机啊 是不是 好 大家记好了 这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啊 在做设计的时候 这个知识人员的话呢 随着我们设计的需求的增加 也需要不断的增加 是不是 好 大家如果说 觉得大小师的课的话呢 讲得比较好的话呢 可以啊 了解一下 大小师 好 这是大小师的话呢 这个基本简介 这个大小师的学生的话呢 80% 学生的话呢 月薪呢 超过8000 16%以上的学生的话呢 月薪呢 超过122 是不是 大家记好了 如果说你的话呢 想统治这个行业啊 想了高兴的话呢 可以什么呀 跟大小师联系 可以跟我们正在教育啊 联系 大家可以加上我们这个群 327874693 这个群的话呢 是我们正在教育 一个体验课的群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群里面 享受免费的体验课 这个的话是我们正在教育啊 很多优秀老师 在我们的腾讯课堂里面 上直播课 好 下面的话呢 是大小师的QQ 大家看一下 21843 745 大家也可以加上我 跟我单独沟通 OK 好 我们接着 回到我们这广设备 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呀 大家看到了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杀质电器 是不是 杀质电器的话呢 它通过这个减速箱 很明显的话呢 这里面速度不能太快 大家记好了 你想想 你对这个发动机间打磨 打磨这一段 需要马上时间 打磨那一段 需要马上时间 你根本就没必要 转得太快 是不是 所以放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会 还有一个减速箱 把这个速度给降下来 是不是 速度降下来的同时的话呢 通常啊 它的这个什么呀 转据 它的话呢 会什么呀 提升上来 是不是 好 这地方还是跟前面一样的 只是我们这个画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梅花 是不是 叫梅花弹性粘织器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粘织器 连接 好 这块呢 就不多说 是不是 这块的话呢 我们大致了解了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机架 稍微去分析啊 也会发现很多 有意思的地方 是不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呢 是调整地啊 这个颜色不一样 是不是 很明显 不是金属的 因为啊 我们整个这一块 我们希望 整个这一块 是不是 特别是我们这一块 跟我们这个地面 这个基础面的话呢 我们希望它是有 非常强的这个 什么样 平行的精度的 是不是 非常大的这个精度啊 非常高的精度 是不是 我们当然 当然的话呢 说这个精度呢 比经常所说的是 高精度 是不是 还不是大精度啊 还不是强精度啊 是吧 就好了 是不是 这地方呢 我们通常用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 纸垫片 对它进行调整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的话呢 放一个水平仪 然后不断地去什么呀 去观察 是不是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面是焊剑啊 焊剑的话呢 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 加工的精度 是比较低的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是考虑 什么样 对精度进行补偿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会用到我们这个 什么样 纸垫片 是不是 让我们整个 上面这块的话呢 与下面这块 保持什么样 一定的平行精度 是不是 好 上面这块的话呢 我看一下 大概没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稍微 看一看的话呢 会发现很多 有意思的地方 是不是 这地方很明显 它是一个精 是不是 在这个精的话呢 它主要是在什么呀 如果说没这个精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 没这个精的话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里面 它本身是一体的 是不是 没这个精的话呢 这里面 这个边 跟这个边的话呢 它之间 是不是 没有什么拉力 对不对 它们力很小 这个电竞的话呢 肯定很明显 在这边呢 是装不好的 是不是 它会掉下去呀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上面这块 大致描述 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我们大致讲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一起其他有地方 很值得研究 是不是 有些地方 大家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这是一个组件 是不是 这是一个组件 它的话呢 都是什么呀 焊接体 是不是 它们并不是一个整体 为什么不是一个整体呢 很明显啊 我们这里面 如果说一个整体的话呢 它这个架子特别大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分开的话呢 它什么呀 有利于我们去设计 有利于我们去加工制作 也有利于我们现场去装配 是不是 好 这地方大家看到没有 它们的话呢 全部是通过这个螺纹 进行连接的 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装直线导轨的话呢 这个滑块啊 滑块头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先分析这块吧 是不是 这块的话呢 很明显 我们的话呢 并没有把这个 直接装在我们这个 碳克形态上面 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直接装在 这个碳克形态上面呢 因为碳克形态啊 它这个表面的话呢 在平时储存的时候 它容易生锈 然后呢 表面不是那么光滑 然后的话呢 它这个焊接的时候 它有这个焊接热 会有焊接变形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 先焊一个板子 然后呢 再一次装夹 对这个焊接上的这个板子的话呢 进行这个机加工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就能保证 它有较高的这个什么呀 表面精度 是不是 但是我们也去观察一下 会发现 原来这块并不需要加工 是不是 加工的是这块 所以的话这里面有个台阶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并没有起到 这个装备作用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为了降低我们这个什么呀 机加工的成本 对不对 我们的话呢 把这些不需要装备的地方的话呢 就把它什么呀 机加工的话 就把它省掉了 是不是 这地方可以省掉 大量的这个什么呀 机加工成本 是不是 这地方也是大师老师 非常什么呀 希望大家掌握的 对不对 因为以后 如果说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体现出这一些能力的话呢 大师老师相信你的话呢 应该会得到领导的上师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下面的话呢 也有这么一个机构 是不是 下面这个机构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方面其实实际上 我们可以什么呀 这个可以一定的挪动 是不是 这方面很明显 它也是一个所谓性 是不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 老师 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 这个地方其实很正常啊 因为啊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什么呀 把我们这一个拿过来之后 是不是 把我们这个钢铁拿过来之后呢 其实它很难 或者说它这个去 这些什么呀 这些小子去对准这个孔的时候 它有一点难度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它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调节作用 是不是 它共同 然后呢 方便我们去什么呀 去什么呀 去电话位 是不是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发动器的钢铁 以及它发动器的钢铁上面的这个夹具都呢 一起把它什么呀 把它夹起来 是不是 所以它在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微调机构啊 是不是 这个微调机构的话呢 它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呀 一个气缸 是不是 这个气缸的话呢 是锁起气缸 因为它需要停在某个位置 是不是 它可以锁紧嘛 可以停在某个位置 是不是 好 我们这里的话呢 它需要用的是什么呀 都是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我们是不是在挪动啊 对不对 在挪动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 它们之间的结束 是不是 这地方我们用的这个材料的话呢 是耐磨条 对不对 而且它们的模特器数啊 越小越好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通常啊 会想选择啊 这个含有的尼龙耐磨条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代表的话呢 我们会选择一种什么呀 跟这道小师来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 新技术含有自然华 超高分子量 聚习 是不是 大家没有 它的话呢 是含有的 含有的话呢 它的这个什么呀 模特器数 特别小 是不是 而且我们选择这个的话呢 主要原因当中 什么 看好了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选择清楚的话 这地方它可能有些颠簸 是不是 但是选择非清楚的话呢 它这个颠簸的话呢 它会吸收 是不是 它可以吸震 是不是 第一个它可以吸震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金属的话呢 在这里面 是不是 它们的话呢 有可能会有些噪声 但是的话呢 它噪声很小 然后它们的模特力很小 是不是 而且的话呢 特别容易根换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只要截取一段 相应的尺寸的 这个纳簸条啊 然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切化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次印证一下 这个原理 同学们刚才我们是不是刚才讲了 是不是 我们这地方是要四个滑块 是不是 我们的话呢 把它印象起来 四个滑块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话呢 它并不是一个个例 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是一个可以代表很多情况 是不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地方 它也是四个滑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呢 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去纠结了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很明显 你如果说 你这个什么呀 去调剂的时候 调剂的时候 你会不会担心它的话呢 什么呀 它的这个脚位置过了 是不是 所以说它这里面呢 我们必须加上 这个什么呀 这个纤维器啊 什么叫呢 是不是 必须加上这个纤维器 如果说没这个纤维器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气缸的话 这个什么呀 它就变成直的了 是不是 如果说它这个气缸 这个活塞感 它与我们这个水平面平行呢 它就可能会出现死脚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让我们这个滑块 它会落出来 是不是 这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呢 需要对它进行 什么呀 进行纤维 是不是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 几个箱子 是不是 这个箱子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更加方便 它跟我们这个 共装夹具 是不是 很明显是夹具了 跟夹具的话呢 这个进行匹别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切片小 那就好了 切片小的话呢 可以降低 我们这个位置的 相对位置的精度 是不是 好 这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下面这块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条水平的呀 大脚呢 是条水平的 是不是 它一定是条水平 如果说 这个整个机架 整个设备的话呢 它不水平的话呢 它的危险很大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说不水平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发生轻负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这几个啊 它是什么呀 是这个条水平的 是不是 第一个 它是我们这个脚背 是吧 或者是我们这个叫地脚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它这里面的话呢 是什么呀 可调水平的 是不是 必须也调水平的 好 还有的话呢 大家也会去观察一些 很有趣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选择它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些什么呀 端盖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的话呢 平时也会去观察 是不是 如果说去过现场的话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 好 我是正在教育的当上老师 我们的话呢 今天讲汽车发动机 重情滚住四肝 增降机的设计 OK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汽车发动机啊 首先的话这是汽车 对不对 这个的话 我们用的是这个奔直汽车 作为这个案例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是我们这个发动机啊 大家知道 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要完全 作为一个成品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上面 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在上面的话呢 要加上我们这个标签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可能这地方的话呢 要装一些什么呀 汽车的同步带 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 我们可能这地方的话呢 要装个什么螺栓螺母 是不是 或者很多很多 我们这样的装备工作啊 我们的话呢 全部需要什么呀 去收建 第一个肯定要升降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 这么样 各个地方都要 什么样 进行这个 这个工作处理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生产 什么呀 或者说设计我们今天 这么一款设备的话呢 来实施我们这个 气质发动机 它的这个升降功能 是不是 好 首先大家刚看到 我们这个设备的时候 会看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有很大图 是不是 这个很大的设备的话呢 叫防护网 我相信大家之后呢 肯定会知道 这个防护网的功能 对不对 这个防护网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它本身已经作为一个成品了 对不对 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 这个重量的话呢 通常是在什么呀 在这个700公斤到一吨 有些汽车的话呢 如果说 比如说一些重型的汽车的话呢 可能呢 这个发动机的话呢 可能有一两吨 对不对 甚至更大的重量 是不是 好 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担心呢 我们有些人 他会闯入我们这个工作区域 是不是 好 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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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入这个工作区域 闯入这个工作区域的话呢 如果说万一 这一个发生一些什么呀 异常事故 他都可能就会有一些 人身财产的损伤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会用到这个防护网 它主要目的是 保护人身财产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一块啊 大家明白了是不是 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东西 会想 我们这个边上 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有三个这个网 那我们上面干嘛用的呢 是不是 我相信 你们会想啊 是不是 好 这上面的话呢 它实际上它主要是 为了防止我们整个车间 它一些焊接粉尘 或者说一些接近的粉尘的话呢 掉落在我们这个发动机里面 是不是 所以它上面的话呢 会用到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板净件 是不是 它是折成的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这一块啊 把整个防护网这块呢 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呢 看看里面我们这个结果 是不是 好 我们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们这网设备的话呢 它这一个什么呀 上下的这个驱动的话呢 它是先有 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电机 对不对 接下来 是不是 这个电机的话呢 我们待会会说 它的一些特点 是不是 这个电机的话呢 它带动我们这个丝感 这个丝感的话呢 一看就知道 是滚住丝感 是不是 滚住丝感的话呢 血压着运动 转化为滚住丝感 罗姆 它的这个线性运动 线性运动的话呢 它在带动我们这个坐子的话呢 实现上下运动 是不是 这地方 这是它的这个基本的什么呀 这个 至少我们解决了 第一个方向的这个运动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也运动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 比如说我们手机的话呢 整个这个托盘的话呢 要滑出去 是不是 然后再往里面走 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进行定位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试器术啊 然后找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实际上 这东西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运动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这块的话呢 叫什么呀 叫装备托盘 是不是 整个装备托盘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放在我们这个上面 是不是 然后我们下面这个电机啊 它带动这个什么呀 这个轴转转 是不是 带动这个转转的话呢 我们这一切 它也会跟进行转 是不是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思考一下 它们的话呢 是实现同步运动 是不是 它为什么可以实现同步运动呢 好 当然是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秘密啊 是不是 其实啊 在里面的话呢 它是用到我们这个双排链 双排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呀 比如说 哎 我们这一个交叉的连起来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就可以实现连动功能 是不是 这一方就是我们选择 这个的如来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 慢慢地去探讨我们这里面 一些细节问题 是不是 从上往下面研究 是不是 首先 我们解决这个 Z方向的这个运动 是不是 Z方向运动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很明显 我们需要定位 是不是 这个定位的话呢 我们这里不是用了四伏电架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里面 其实也有办法 是不是 好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很明显 它是用到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叫什么呀 叫积电式 什么呀 行为开关 是不是 好 它的话呢 实际上它这个运动的原因的话呢 或者说控制原因的话呢 它是这样实施的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这个电架后呢 开始给它一个启动信号 给它启动信号的话呢 它 比如说 我们这个点 是不是 跟我们这个点的话呢 触摸 是不是 它发生A信号 A信号的时候 告诉它 告诉我们这个电架 是不是 你的话呢 应该在这段时间 加速运行 是不是 加速运行到 下一个区间 到这个地方为止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触碰它的时候 是这个 跟我们第二个按钮 触碰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告诉你 你这个时候 不应该再继续加速了 是不是 你应该 什么呀 保持现在这个速度 匀速运行 是不是 好 所以的话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开始的话呢 一直到这里面 它是匀速运行 是不是 好 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匀速运行 你应该 什么呀 不继续运速了 是不是 你应该的话呢 把速度给降下来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触碰它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么长的 这个什么呀 这个减速段 是不是 减速段的时候 当然它速度比较 什么呀 已经比较慢了 对不对 比较慢的话呢 它就容易刹车 是不是 触碰它的时候呢 它就马上给什么呀 给一个信号 给我们这个电机 哎 你应该刹车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这里面 正是因为利用了 这个4点控制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停点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最后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这个速度已经很慢了 所以说呢 它可以比较精准的 停下来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个电机啊 通常电机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如果说你断了电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方式的话呢 它可能会到处撞 对不对 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力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选择这么一种电机 是不是 这个电机的话呢 叫刹车电机 刹车电机的话呢 又叫电磁失电 自动电机 或者说叫自动一部电通机 是不是 它为什么可以 什么呀 刹车呢 是不是 主要是里面的话呢 有这个什么呀 有个尾部 是不是 有个电子爆砂 是不是 它可以什么呀 通过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基本工作员 大好是的话也不多说了 是不是 反正的话呢 你是要给它一个断线信号 它马上的话呢 就卡死 然后呢 就刹车停在某个位置 是不是 好 这方就是我们这个刹车电机啊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这里呢 它就可以实现净准定位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 这地方 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地方是拖链 对不对 这个拖链的话呢 它为什么需要呢 很明显啊 我们这个电机 是吧 我们不说这个电机吧 电机的话是没有上线运动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呀 有这个东西是不是 这什么东西啊 大家一看就知道吧 对不对 这什么呀 很明显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是我们这个气缸 对不对 它是一个阻挡气缸 对不对 这个阻挡气缸的话呢 它有这个气管啊 是不是 这个第一个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很明显的话呢 它肯定是有这个什么呀 有这个控制线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会把这个控制线 以及啊 我们这个什么呀 我们这个气管 全部放到我们这个里面去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拖链 对不对 拖链设计 拖链设计 其实很简单 只要看一下 你这个什么呀 需要把这个多大的这个管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线 是吧 我们这个控制线 然后到了我们这个气管 你这个外劲度大 然后到了 你塞在里面就可以了 是不是 它主要是保护它 不然它上身运动的时候呢 会缠绕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继续往下面看 我们会发现 这个方呢 这个是导向的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我们前面好像讲过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导向的呢 我们通常啊 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 在我们受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通常的话呢 是选择直线套鬼 直线套鬼的话呢 它之所以 它这个什么呀 能承受各方生力的话呢 主要是跟它这个结构有关系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构啊 然后呢 把它摆正 是不是 这个结构的话呢 叫数字结构 数字结构的话呢 它非常像我们这个 汉字的数 是不是 这个的话一数两数 数啊 是不是 这个结构的话呢 它特别的生命啊 复杂 是不是 它能承受各个方向力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它可以承受 这个方向力 这个方向力 是不是 这个方向力 是不是 这个方向力 是不是 各个方向力的力呢 它都可以承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承受力的能力啊 我们选择数字结构的 这一种新型导轨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新型导轨的话呢 装在我们这个上面的话呢 也要注意 是不是 我们导轨 不能直接装在我们这个 焊金这些上面 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装在 这个焊金上面呢 原来很简单 因为啊 焊金键 大家想想 焊金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焊金热啊 是不是 焊金热的话呢 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 机架变形呢 对不对 如果说机架变形的话呢 把这个直线导轨 装在一个已经变形的 这个表面上 它肯定是装泡的对不对 它不能满足相应的 这个精度要求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想一个办法 我们这个办法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什么呀 形材的这个 机架上面 先焊一块板子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板子的话呢 进行什么呀 这个洗平面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先把银装起来 把这个面的话呢 先把它什么呀 洗出来 是不是 洗完之后呢 再去加工这一些孔 是不是 这地方大家看到 是一些鲁温孔 对不对 好 加工这是孔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叫什么呀 这个焊后机架工 对不对 好 整个这个机架货呢 我们是一次焊阶成型的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话呢 可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一次焊阶成型 是不是 一次焊阶成型的话呢 再把这个焊上面 焊后机架工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 往下面分析下 是不是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这里面呢 有这个什么呀 双圆路膜 是不是 双圆路膜 大家记好了 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呢 主要是什么呀 对我们这个固定座 对不对 对它进行什么呀 大家记好了 进行这个线位的 是不是 或者说 叫定位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到了我们 一列入氧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整个这个力的话呢 它完全是 由我们这个来承受 是不是 也就是说 由我们这个什么呀 固定座来承受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个固定座里面的话呢 我们选择这个轴子的话呢 它也是什么呀 一种特殊的轴子 是不是 比如说七系列 大家就去查一下 这个七系列轴承的话呢 叫什么呀 叫脚接触轴承 是不是 这里面呢 我们是层的使用 这个也是的 是不是 这地方呢 中间是个隔圈 它的话呢 既能承受我们这个进向力 也能承受我们这个轴向力 在我们这个直 滚住丝杆的这个使用里面 我们通常的话呢 都是选择这个脚接触轴承 对不对 这地方呢 通常是层的使用 之所以层的使用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不希望这个丝杆 它在我们这个位置 它有可能 什么呀 朝上的这个运动可能性 是不是 或者说朝下的运动可能性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选择了这一个什么呀 能承受轴向力的 这一个脚接触车 而且是层的使用 层的使用的话呢 它就可以什么呀 起到固定的作用 是不是 但是 另一个方向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底部的话呢 它就是什么呀 是游动的 是不是 这对方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传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对方呢 是什么呀 这个卡簧 对不对 它的话呢 在这个收力的情况下 或者说 在温度上升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撕杆车的话呢 它可以什么呀 这个延长 是不是 而且延长的话呢 它有地方可走 是不是 有地方可走的话呢 就会减少 我们这个什么呀 撕杆它这个内应力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撕杆的话呢 寿命更长一些 是不是 这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里面啊 是脚接束车 而且是层的使用 但是下面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呀 大家记得好了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选择的话呢 是这一个深沟求助成 是不是 深沟求助成很明显 它不能承受轴向力 或者说它承受轴向力的能力很差 是不是 然后呢 正以为这个情况的话呢 它可以什么呀 在我们这个轴向方面的话呢 它可以一定的游动 是不是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话呢 稍微看一看 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不是 这个方法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直行道轨的话呢 我们也是尽量分得比较开 是不是 分得比较开的话呢 大家的话呢 一定要去想想 这个的话 涉及到这个稳定性设计 是不是 如果说 我们这个直行道轨的话呢 放它比较紧 放它比较近的话呢 它就没有很大的这个面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通常啊 是这个需要输送的 或者说需要 这个存在的 这个载荷的话呢 这个尺寸有多大 我们通常的话呢 这个直行道轨的跨距 有多大 是不是 这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直行道轨啊 它的跨距的设计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呢 它这个定位的话呢 是用这个边定位的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因为是 一次装加 一次机架工 所以的话呢 能保证这个导轨 是吧 跟我们这个导轨团呢 他们的这个装配的精度 当然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指的 我们这个平行度 精度 是不是 好 然后这块的话呢 我们大概明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如果说 大家记得好了 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经验 是不是 如果说 我们知道 这个滚柱丝杆 它的尺寸 我们通过选机 算的话呢 把它算出来之后 我们去选这个 直行道轨的时候 大家记得好了 通常的话呢 是等尺寸原则 是不是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直行道轨的话呢 选择的是45 是不是 我们通常的话呢 这个选40左右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这里呢 选择40 这的话呢 通常选35左右 是不是 等尺寸原则 它们的尺寸呢 比较接近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重复的 去计算这个直行道轨 是不是 因为它计算量的话呢 会比较大 然后呢 相当的时候 也会比较负转一些 是不是 好 还有大家的话 也会看到 我们这个机架的话呢 很多这个什么呀 有意思地方 是不是 别说大家看到 我们这地方呢 有这么一些 很大的一些孔 是不是 这些孔的话呢 它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的话呢 它是可以减重 第二个作用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它可以观察一步 是不是 第三个作用的话 大家记好了 更多的是什么样子 记好了 它是适合掉装 是不是 掉装的话呢 它这个作用就很明显了 是不是 好 然后到了 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大概都明白了 是不是 这一个方向 是不是 然后到呢 我们这个司杆的话呢 它这个什么呀 长度呢 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长度 加上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螺纹嘛 螺纹的话呢 通常是我们这个行程的距离 加上一百 一百的话呢 是指的安全距离 是不是 它就是担心我们这个螺母座啊 是不是 我们这个螺母嘛 对不对 万一脱离我们这个什么呀 有螺纹的地方呢 是不是 那就会发生很大的危险了 是不是 好 随着我们这个地方上的话呢 我们大家明白了 是不是 然后到我们那个分析下 我们这个方向 是不是 就是我们这一个 这个方向我们成为X方向嘛 是不是 X 然后对了 这个方向是Z方向 是不是 X的对标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拖排啊 这个拖排的话呢 它可以在我们这个方向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什么样子引藏起来 就知道了 是不是 原来啊 它跟我们这个的话呢 是放在上面一样 是不是 所以在正面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它们这个运动 这个传动的方式 这个传动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上面有这个轮子 是不是 这个轮子的话呢 成为摩托轮 摩托轮的话呢 就跟我们汽车的这个 汽车的外胎的话呢 是非常接近的 是不是 好 如果说大家喜欢大小时课的话呢 可以什么呀 了解到这大小时 是不是 这个的话是大小时的学生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薪资水平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 也想跟我的学生一样的 可以拿到8000的 是不是 可以拿到12000的 大家记好了 飞标很有未来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这里是大小时的话呢 这个不说 是吧 这个的话大家如果说 想了解更多的 免费的这个体验课 想更多的了解 我们正大教育的 飞标机械设计教学 是不是 可以加上我们的 这一个群 是不是 这个群的话呢 3278 74693 大家记得我们这个群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群里面 找到我们这个上课的链接 我们正大教育的话呢 腾讯课堂的 免费课堂的 上课链接 有我们正大教育 很多位优势老师 在腾讯课堂里面 给大家准备的 优质的 怎么样 高品质的这个体验课 OK 好 下面的话呢 大教育是我的哥哥 大教育也可以加上我的哥哥 跟我的话呢 私下里面聊聊 聊聊技术 是不是 聊聊我们这个系统学习 是不是 系统学习的话呢 才能真正解决同学们的 什么样 技术提成之路 是不是 好 我们以后呢 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视频 是不是 摩擦轮的话呢 很明显 它这方材料的话呢 这里面 我们通常的话呢 是向下材料 也是说 跟我们这个汽车外台的话呢 材料差不多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是旅行的嘛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个板子 对不对 这个板子的话呢 通常它是用的 这个尼龙材料 对不对 尼龙材料的话呢 第一个 它耐磨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尼龙材料呢 它跟我们这个什么呀 它的摩擦系数比较大 橡胶材料跟旅行材料的话呢 摩擦系数很小 大概是在0.1左右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橡胶的话呢 与尼龙材料 对不对 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呢 可以达到0.3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 它第一个 不会轻易出现什么呀 这个打滑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很明显 摩擦系数也大一些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它可以什么呀 非常顺利地 把我们这个托盘 往外面输送 往里面 什么呀 输送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地方 有几个什么呀 比较大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什么呀 这个颜色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通常是聚氨纸 这个聚氨纸的话呢 它是起缓冲的 它主要是为了防止 我们整个技嘉的话呢 与我们这个碰撞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 适用这个聚氨纸的话呢 起缓冲作用 打击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相信大家也会想啊 缓冲了之后 那我是不是 还有定位呢 是不是 很明显 有定位的 对不对 好 这地方 有个什么呀 有个定位的 对不对 有个定位的元件 然后呢 它可以什么呀 跟我们这个板子的话呢 紧紧地贴在一起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贴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说 它因为收益的原因 或者说 有一些冲击的话呢 我们这个什么呀 拖扑的话呢 它也可能会往 会后退 是不是 往后面退的话呢 很明显 它的话呢 就会什么呀 定不了位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电肌 它是一直在运动的 那记好了 电肌一直在运动 所以的话呢 它们允许什么呀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把它往前面推 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特殊结构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有意思 是不是 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 它是可以允许一定的什么呀 允许什么样东西们 我们 诶 打多了 是不是 看多了 我们打开 这个就可以了 是不是 里面的话呢 其实啊 它有这个什么呀 摩托片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东西的话呢 把它透明化 是不是 会发现 然而来这个地方 有一个摩托片 这个地方有一个摩托片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这个什么呀 摩托轮 跟我们这个里面这个肘的话呢 它是同步运动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 负责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呀 已经到了档头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一直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我们之前 是不是 这个 跟里面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发生相对运动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紧紧的 把我们这个什么呀 把我们这一个托盘 是不是 它的话呢 贴死 是吧 不是这个啊 是这款设备 是不是 它会的话呢 紧紧贴在一起 是不是 然后呢 它就不会出现什么呀 这个定不了位的情况 对不对 好 这一方就是利用这个打滑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上下面看 这一方大家也可能 也会去分析的东西 是不是 这一方我想想 大家会想 老实在我们 这个摩扫轮 它的这个什么呀 进去的 该怎么确定呢 是不是 你们看一下 这一方我们通常的话呢 这个什么呀 旅行的下面 这个机器下面的话呢 它有三个进去 是不是 所以它呢 我们只要搞清楚 我们这个机器 它的长度是error的话呢 那它们的进去 是三分之er 接下来就行 是不是 以后的话呢 大家也会用得上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块的话呢 我们看到 它这个边上的话呢 它有四个什么呀 轴承 是不是 这这个轴承的话呢 它这个用意的话呢 也非常简单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方向 这个自由度的话呢 全部没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这个什么呀 我们这个托扒 它在我们这个运行的时候 跟它之间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阻力 是不是 所以它呢 我们这里面 是用到这个滚动摩擦 来替代这个滑动摩擦 滚动摩擦的话呢 摩擦系统通常是在0.05左右 滑动摩擦的话呢 一般是大于0.1 是不是 甚至的话 有些会达到0.3 0.4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结构 是不是 但是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结构 跟我们这个女性的结构呢 直接结束的话呢 很明显 它会有冲击 会有震动 是不是 所以我们选择了 这么个一种什么呀 烂谱条 这个烂谱条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这种什么呀 含油自润滑的 是不是 我们希望它的模特地 越小越好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新技术含油自润滑 超高分子量 聚一烂谱条 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基加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本很明显 我们选择的话呢 是这个女性在做基加 是不是 女性在做基加的话呢 它有它的接受方式 是不是 在我们的VIP课里面呢 就会专门讲解 是不是 第一个的话呢 女性在这个强度设计 是不是 强度计算 强度教合 是不是 以及的话呢 我们这个女性在呢 这个颈部件的这种 怎么样 选型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话呢 这地方会发现 这地方有这么一个气缸 这个气缸的话 大家记好了 叫什么呀 叫阻挡气缸 是不是 这个叫阻挡气缸 阻挡气缸的话呢 它这个用途也很简单 是不是 就是我们如果说 整一个这一块 它往上面运行的时候 如果说运行的一个高度 如果说出现一些故障呢 万一哪个磨砂轮出了问题呢 万一这个电极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这个链轮断 就在链条断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它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什么呀 会抬起来 是不是 然后呢 挡住这一块 往防止蓝牙 往下面掉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如果是它在一些 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下的话呢 它可以起到 这个安全保护作用 都已经记好了 是不是 我们以后的话呢 经常会用到 这个阻挡气缸 因为的话呢 大老师的话 这个时间有限 所以说呢 不能跟大家 一一去讲解 这个阻挡气缸 它的选行 是不是 其实的话呢 这个选行很简单呀 什么要看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面看 阻挡气缸的话呢 我们看看有没有实际 阻挡气缸的话呢 我们下次讲吧 是不是 我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啊 这个气缸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 是吧 这个 OK 我们的话以后 在我们的这个体育科里面 大家的话 如果说来到我们体育科里面的话呢 也会讲解 我们这个阻挡气缸的选行 是不是 实际上很简单呀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整个机械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加了这个板子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后面 这个地方呢 它却是封闭的 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呀 是不是 这地方首先的话 我们这个板子的话呢 一定要有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这个板子的话呢 必须有 是不是 主要原因的话呢 我们肯定把它封起来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是一个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个这样的一些 什么呀 这一个 腰孔的 这么一个结构 是不是 这个结构的话呢 主要是在我们这上面的话呢 可以放上这个有机玻璃 它的话呢 可以观察里面的结构 是不是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把它封起来的话呢 主要是防止水啊 防止老鼠啊 进去是不是 然后呢 里面可能会有些地方 需要走线啊 之类的 是不是 还有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不能焊死 为什么不能焊死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它这个 什么呀 这个角的话呢 它在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要进行 装锅纹啊 对不对 这里面也是的呀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角的话呢 把它什么呀 把它装好 是不是 再把这个盖的话呢 把它封起来 是不是 这里也是像的呀 是不是 所以的话这里面呢 不能是焊接啊 是不是 焊接的话就困体了 是不是 好 这种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它也是可调水平的呀 是不是 调水平的话呢 它是通过我们这个 什么呀 这个脚背 这地方是个地片 它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 进行调节 是不是 调水平的话呢 原来很简单 你如果说不平的话呢 它肯定会发生一些冲击 它有可能发生一些 什么呀 一些翻倒的可能性 对不对 所以它这里面呢 我们一般需要 什么呀 水平调节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一块大家注意了 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防止它 是不是 防止我们 政治教育的当时老师 我们的话呢 今天讲讲这个皮带输送器的设计 OK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皮带输送器呢 就长这样子的呀 是不是 我相信那些话呢 如果说平时有观似的话呢 经常会在一些 什么呀 这个是呢 线里面 或者说在一些什么呀 平时我们一些物流线里面的话呢 会建的这个设备 是不是 这个皮带输送器的话呢 它这个输送特点的话呢 第一个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它可以输送一些 粉末状的东西啊 是不是 粉末状的东西呢 它也可以输送 是不是 如果说是一些 其他的输送器啊 是不是 比如说一些滚子输送器啊 还有呢 链接输送器啊 它就不能输送一些 粉末状的这个物料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第二个特点的话呢 我们这个皮带输送器 它输送的时候 特别平稳 是不是 而且的话呢 它这个输送的时候 声音特别小 我们的话呢 称之为静音输送 是不是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皮带输送器呢 它的输送特点 是不是 我们现在呢 开始慢慢地去研究它 我们这个设备啊 一些细节 是不是 首先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去考虑一下 老师我们这个皮带输送器的话呢 它皮带材料是什么呢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啊 皮带的话呢 我们这个厚度应该是多少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的话呢 必须有这个常识啊 是不是 这对方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这个皮带输送器啊 它这个皮带的材料 通常的话呢 有这个PU皮带 是不是 PU皮带的话呢 它可以输送一些食品类的物料 对不对 比如说一些面粉啊 一些米粉啊 对不对 一些小麦啊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输送普通的物料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款设备呢 它就是输送一些包装箱啊 对不对 这个是最普通的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是什么呀 一些倾斜的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PT机材料 T机材料 是不是 如果说输送的物料里面 比如说 我们输送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箱子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油烈物质 这个油烈物质的话呢 它可能会渗出来啊 大家记得好了 是不是 它可能会渗出来 渗出来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它能保护 我们这个皮带 是不是 或者说我们这个皮带呢 它不会说腐蚀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罗尾袋 对不对 这个罗尾袋的话呢 它可以耐油 耐切割 耐酸碱 耐冲击 是不是 好 这个是它的这个什么呀 它的这个材的选择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皮带 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厚度 是不是 像我们这款设备的话呢 通常它输送的物料的话呢 在什么呀 300公斤到800公斤左右 是不是 一般的话呢 输送的物料不是特别轻 也不是特别重 是不是 这个情况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我们如果说对这个皮带厚度 进行讨论的话呢 或者说我们有个经验 什么呀 一般情况下 是这样子的呀 如果说输送的物料 特别的轻 对不对 在什么呀 100公斤内 通常的话呢 选择两个厚 够了 是不是 如果说在什么呀 几百公斤级别的 是不是 肯定是低于吨的 通常的话呢 是4到6个厚 是不是 如果说输送的话呢 一吨以上 几吨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什么呀 6到10个厚 是不是 有时候呢 可以6到12个厚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常在这款设备里面啊 我们选择4个厚 5个厚 6个厚 技术上都OK 是不是 我们的话呢 正面选择一个什么呀 较为经济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 5个厚度 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这个皮带的厚度 我们也知道了 皮带的财力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开始 以达什么呀 技术下面探讨 是不是 首先大家看到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有什么呀 有这个侧板 是不是 这个侧板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的话呢 肯定会去研究它 是不是 老师 那这个侧板干什么用呢 是不是 同学们 想象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这里的话 有个箱体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包容箱 是不是 你经过来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没有摆阵啊 没有摆阵的话呢 它可能会直接 什么呀 会跑出去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它是斗箱板 它其实的话呢 也是防护板 它的目的的话呢 主要是防止这个箱体啊 它会脱离我们这个疏风线 它叫了 是不是 这地方叫防护板 是不是 这个防护板的话呢 我们这个材料厚度啊 一般是偏薄的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研究一下 我们这个结果啊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我们之所以做成紧急状的话呢 然而也很简单 是不是 我们不希望这个问题的话 在我们这个地方 卡死啊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下面的话呢 是窄一点 上面的话呢 会宽一些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地方呢 它这个厚度啊 厚度的话呢 通常 像我们这个地方 不需要脱厚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 1.59个厚 是不是 很明显的话呢 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什么呀 不是我们这个国标手寸 是不是 好 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谈了 刚才我们探的话 是这块是不是 是板筋执弯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想个问题啊 如果说 我们这个皮带出动机的话呢 上面放了一些污料 放了污料的话呢 肯定这个皮带 你不是说刚才 我们这个相机带吗 是不是 各种材料啊 它肯定的话呢 在收力的情况下的话呢 它会变形 它会下垂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皮带会有下垂的这个形象 如果说 你没有处理这个下垂的形象的话呢 我们这个下垂的话呢 就像波那样的 是不是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断地甩过去 不断甩过去 在两侧的时候 实际上 它是会发生什么呀 这个叫什么呀 叫打滑 对不对 打滑的话呢 那我们肯定不需要发生的 是不是 打滑的话呢 肯定我们这个输送的时候 它不平稳 是不是 有可能输送不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呢 我们是什么呀 用到我们这个下面 看一下啊 它是用到这个东西做支撑 是不是 有东西做支撑的过呢 你往下面捶 想捶也捶不了了 是不是 因为有东西把它撑起来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研究一下 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托板 对不对 我们叫做什么呀 甚至为衬板 对不对 电板也行 是不是 这个板的话呢 很有意思啊 首先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皮带 接受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 我们是把它折完的 对不对 这个折完的话呢 主要是在我们接受的时候啊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个锐角接触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会把它折成这么一个弯角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就会较圆润的过度 它不会搁上皮带 是不是 这是我们这一个选择 大家切好了 是不是 然后说呢 我们现在把整个这块 打开看一下 然后说呢 看到里面这个结构 很有意思啊 是不是 首先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边上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两个侧板 这个两个侧板的话呢 它是跟我们这个机架 是不是 它是通过这个螺连接的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 跟我们这个机架紧固起来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什么呀 折成这么一个结构 是不是 这个结构的话呢 我们称为抽屉式结构 是不是 大家打开这个抽屉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折成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还会把这个地方 把它焊起来 是不是 焊起来的话呢 它这方抽屉式结构的话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刚度 那接下来 是不是 增加刚度 如果说 我们有物料放在上面的话呢 它就会什么呀 把它撑起来 是不是 成为一种金式结构 是不是 这个金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啊 大家这会不会把写成黄金的金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用这么一个结构 是不是 然后呢 它可以增加它的刚度 对不对 好 整个这个口头呢 我们全部拿过去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大家也会看到啊 它这个 隔离段啊 是不是 隔离段 它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 隔离段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什么呀 它主要是考虑我们这个沉重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它实际上 在沉重上面的话呢 它也可以移到一定的协调作用 是不是 如果说完全是一个板子的话呢 有可能担心这个什么呀 承载能力不够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一些托滚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面看呀 看到下面的话呢 它也有这个滚子啊 是不是 下面这个滚子的话 大家注意啊 这个滚子的话呢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都先不想想啊 跟这老好事 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 很明显 我们这个皮带呢 它在我们下放的时候 它会有下垂 是不是 皮带的话呢 它有厚度吧 你不是说有五个厚 六个厚吗 是不是 六个厚的皮带的话呢 它这个有一定的重量 它会下垂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为了担心我们这个皮带 或者为了防止这个皮带呢 它跟我们这个是不是 它会有碰触 是吧 有结束 是不是 有下垂嘛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把这一个什么呀 把这个东西放在下面 是不是 拖起来 是不是 好 这个第一个啊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也考虑一下 我们下面的这一个皮带 它这个脱滚 它这一个什么呀 它的间隔 是不是 这个间隔大家记好了 通常的话呢 会什么呀 小于两米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呀 1.5米 是不是 我们来量一下 这地方是他们这个什么呀 这个中心距 是不是 我们选择它 然后呢 选择它 是不是 在1.5米的样子 是不是 好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皮带的话呢 它厚一点 我们的话呢 建议把这个间隔啊 放小一些 如果说这个皮带的话呢 它什么呀 它这个薄一点 这个间隔的话呢 可以适当地放大一些 是不是 适当呢 如果说以后我们再遇到这个皮带 它有20个后 或者说有更大的这个厚度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间隔的话呢 放小一些 是不是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继续在下面看 是不是 刚才后来我们 经纪讲的这个什么呀 拖板 它这个作用 是不是 我们刚才没有探讨这个拖板 它这个材料 大家记得好了 拖板材料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中文载盒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用这个板金材料 是不是 板金材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SBCC啊 是不是 SECC啊 多型板啊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呀 这个不锈钢啊 对不对 在这里面我们都选择什么呢 是不是 很明显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要看情况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这里面呢 选择不锈钢板的话呢 很明显 它是OK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说载盒比较小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铝板 对不对 好 这地方都是大家的话呢 可以去了解的 是不是 这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根据实际情况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第一个 它只要满足功能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满足功能的前例下的话呢 尽量的去选择最便宜的这个板筋材料 是不是 好 这地方我们继续下面讲 是不是 这个的话是板筋材的选择 是不是 很明显的话呢 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呢 基本上 包括秤板 包括我们这个防护板 包括我们这边上的话 这个板子的话呢 基本上 全不是用板筋折挖成型的 是不是 为什么用板筋折挖成型呢 很明显 板筋的话在这里面的话呢 成功能够了 是不是 也非常方便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地方呢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呢 也是板筋材料 是不是 它的话呢 在这里面呢 它有这么一个很长的这个腰孔 它的话呢 可以调节高度 大家记好了 这个调节高度的话呢 它是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的话呢 它是与其他的线体的话呢 可以衔接起来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有疏通线 后面有疏通线 是不是 不管是哪种线体的疏通线 它们可以正常的衔接 这个第一个 大家记好了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结果的话呢 它可以什么呀 调平衡 对不对 调水平 是不是 万一我们这个物料 在上面输送的时候 它不是水平的话呢 它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呀 一些颠簸 可能会发生一些机械故障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呢 一定要极力地去避免它 对不对 好 我们的话呢 继续去分析 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对我们这个皮带输送讲 它一些什么呀 使用的时候 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进行分析 是不是 皮带的话呢 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一般会什么呀 疲劳 对不对 疲劳的话呢 会延长 会延伸 是不是 所以的话这里面 我们担心这个皮带变长 变长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两边的话呢 很明显 会发生什么呀 发生这个打滑现象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必须讲个办法 就是要对这个皮带 实行张景 是不是 张景的话呢 我们是如何实行的呢 是不是 其实啊 皮带它延伸多少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什么呀 把它这个 把这个延伸 这种呢 把它吸收掉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用到的是 这么一个张景机构 这个张景机构的话呢 就是这么一个螺杆 对不对 这个螺杆的话呢 把我们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东西往前面推 是不是 这个东西都大家看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地方的话呢 叫什么呀 带滑 什么呀 这个带滑轨的 这么一个带座轴承 是不是 这方是一个轴承座 是不是 好 这个轴承座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方呢 有这么一个滑轨 一个轨道 对不对 然后对不对 我们刚才这个滑块的话呢 可以在上面的话呢 发生滑动 是不是 好 所以的话 这里面我们要明白 当然这个东西 是个铸造线 是不是 然后对不对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通常呢 这里面我们很明显 我们希望它呀 它们之间 这个的话呢 不会割伤它 是不是 但是的话 我们这个铸造线的 硬度比较高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希望 它们在这个相互活动的时候呢 会割伤这个 是不是 所以说到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 大家记得好了 是不是 跟住来啊 我们可以选择 中碳钢 是不是 中碳钢的话呢 进行这个炸火处理 是不是 炸火处理之后呢 它的强度比较高 它的硬度比较高 它不会轻易割伤 是不是 如果说一旦发生割伤的 这个情况的话呢 它们往前面推的时候 可能就有障碍了 是不是 可能用几度的话呢 这不是很方便的 是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 也会注意这个防锈 是不是 所以它呢 我们会在这上面的话呢 加上这个什么呀 润化油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机油呢 像某种 对不对 轴纯的话用的机油的话 在这里面完全可以选择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它第一个是可以防锈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让我们这个什么呀 它们的摩擦力 变小一些 是不是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呀 是我们在这个结构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啊 这里面 这个什么呀 这个边线 跟我们这个边线的话呢 它们之间 并不是什么呀 紧紧贴在一起的 是不是 它们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 是允许 0.5毫米 到1毫米的 这个单边距离 所以的话 这里面 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述的 什么呀 所谓的间隙配合 它们不是间隙配合 那就好了 是不是 间隙配合的话呢 一般这个间隙 它就小得多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里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高的去注意这个点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再计算下面看 很明显的话 这个我们通常说呢 它的这个什么呀 表面的精度 通常就是普通的机架工 这可以了 是不是 比如说6.3 足够了 是不是 比如说3.2的话呢 也足够了 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特别精的这个表面精度 是不是 我们不需要它有多么多么的光滑 是不是 好 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大家就没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个螺杆 这个螺杆的话呢 它一定要能承受一定的冲击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螺杆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选择这个高强度螺杆 所以说呢 通常会选择八点八击的 那接下来 通常会选择八点八击的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很明显 是黑色的 是不是 好 这块我们不多说 然后呢 往前面推 我相信同学们也会思考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往前面推的 这一个张紧机构 它这个张紧螺杆应该是多长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思考一下 东西们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呢 我们来探索一下 因为啊 我们这个皮带的话呢 它越长的话呢 它累积的这个变形量就越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通常要给的比较大 是不是 给多大呢 我们记好了 东西们 一般是100到150毫米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螺杆的长度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是不是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螺杆多粗呢 是不是 东西们 记好了 通常啊 我们这个孔多大 然后都跟它匹配的时候 就可以匹配出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 这个大小的话呢 很容易去判断 是不是 好 这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张紧机构 张紧机构的话呢 我们去张紧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想 那是我不知道张紧的 还是没张紧的 它是不是用手按一下 用手按一下的话呢 不合适 所以说这里面呢 我们用到一个什么呀 一个次理 是不是 叫皮带张紧润 是吧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皮带张紧润 然后呢 测量仪 是不是 有这么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的话呢 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 还有这种 这种比较简单 是不是 有比较便宜啊 然后呢 我们放到这个皮带上面 是不是 按照我们这个说明书 进行测量 就可以把这个皮带的话呢 这个张紧润 给测出来 是不是 只要这个张紧润的话呢 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大小 它就可以实现了 张紧润 是不是 好 这方一定要学会啊 去计算它 对不对 这个皮带张紧润的话呢 它的这个计算也很简单 我们计算好了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模仿润润的话呢 F是不是 等于是什么样 MuMG 是不是 Mu的话呢 通常是0.3 是不是 M的话是我们这个货重量 加上皮带重量 G的话是9.8 对不对 比如说乘以 我们车面的话是300公斤 是不是 比方 比方是300公斤的话 乘以10 是不是 好 这地方以后是模仿润润 模仿润润的话呢 它跟我们这个张紧润的话呢 有一个比例关系 通常的话呢 我们这个张紧润的话呢 它是我们这个模仿润润的0.3倍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乘以10的3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方乘以10的3 然后对 我们只要这个张紧润的话呢 正好是这么大 那我们就是OK的 是不是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相信同学们也会有此格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说张紧润润 这边这样一个人 那边这样一个人 是不是 他问这份本身 我们这个皮带的性体的话呢 他比较宽 对不对 他这么 他这么宽的话呢 那我们担心他可能会什么呀 在张紧润润的话 会 这个 让我们这个皮带会偏掉 对不对 所以的话证明呢 我们一般会有 这个尺子去测量啊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用一个钢知识 或者说用有标卡知识的话呢 去测量 测量我们这个 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以他作为这个测量点 对不对 测量长度 然后对了 在另一边的话呢 也去测量到长度 是不是 好 如果说大家的话呢 喜欢大小师的课 觉得大小师的课的话呢 能帮助大家 是不是 大家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 可以了解一下大小师 然后呢 大小师的学生的话呢 大家就记好了 是不是 通常的话呢 他们的月薪呢 基本上都超过了八千 是不是 有个别的话呢 可以达到一万二以上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的话呢 都想通过技术改善 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 是不是 所以大家的话呢 如果说想改变自己的话 可以加上我们的学习群 327874 193 这个群的话呢 有我们认识教育的话呢 许多优秀老师 在我们腾讯课堂里面 上的这一个免费的直播课 他这的话呢 可以来我们课堂啊 去了解了解 我们更多的体验课的内容 是不是 那之后呢 也可以加上我的QQ 218437455 跟大小师的话呢 单独沟通 OK 好 我们的话呢 接着回到我们中央设备 是不是 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刚才探索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张紧机构 是不是 张紧机构的话呢 它这个什么呀 张紧力怎么测量 它的话呢 大小怎么去 是不是 还说呢 保证它这个什么呀 张紧的时候 不会发生这个滚通的话呢 偏掉 对不对 好 我们的话呢 探索下一个点 是不是 下一个点的话呢 我们刚才讲的是 我们这个皮带 它张紧 是不是 还一个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皮带输中期呢 它有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 就是皮带的话呢 会跑偏 是不是 所谓的皮带跑偏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皮带 比如说 它到底是往这个方向走 是不是 如果说 它承受某一个力 是不是 比如说朝这个方向 有个力的话呢 这个皮带的话呢 它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跑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皮带 在这个方向呢 它就会漏出来 是不是 漏出来的话呢 它第一个 它会影响我们这个皮带输中期呢 它的这个输送能力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跑偏的话呢 它这个皮带 有可能还会什么呀 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是不是 到我们这个里面来的话呢 这个皮带 它就会被我们这个什么呀 给撕裂 是不是 不说撕裂吧 它可能会损伤我们这个皮带 然后呢 引起我们这个皮带输中期的话呢 它完全失效 是不是 所以说的话呢 这里面呢 我们必须想办法处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里面我们解决的话呢 是皮带的这个防跑偏处理 是不是 皮带之所以会跑偏 主要是受力不均 大家讲了 皮带之所以会跑偏 是因为它受力不均 受力不均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是不是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下面有撑马的话呢 本身解决第一个问题了 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办法 是不是 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选用了这个防跑偏滚筒 是不是 我们打开这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防跑偏滚筒 这么一个结构 是不是 这个结构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 这个地方中间高一点 两倍低一些 是不是 我们这个皮带的顺势呢 它这个如果说受力不均的话呢 它就会往这个地方跑 哪个地方受力大 就会往哪个方向跑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皮带的话呢 它可能会往中间跑 往中间跑的话呢 很明显 它就会什么呀 防止它跑偏 是不是 我们巴不得了 什么呀 巴不得它往中间跑 是不是 好 当然了 我们这个皮带的话呢 它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滚筒 到底选择哪个尺寸呢 这个地方 有我们这个滚筒的选行手册 有很多这个什么呀 厂商 他们的话呢 都会生产这个皮带出动器的滚筒 对不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功率 可以根据转速 可以根据受力情况去选行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讲 是不是 刚才的话呢 讲到我们这个跑偏 对不对 其实啊 有很多地方的话呢 它都可以起到这个辅助作用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的话呢 尽量让我们这个皮带 是不是 跟我们这个什么呀 跟我们这个机架 留有一点的缝隙 是不是 这个缝隙的话呢 有些努力比较大 有时候的话呢 会留下15 有时候呢 可以留下20到25毫米 是不是 主要是 它本身在这个输动的时候 这个皮带里呢 它在切割的时候呢 它这个什么呀 编 肯定不是那么整齐 是不是 而且的话呢 我们在输动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 数率不均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设计的话呢 就是它允许一定的这个跑偏 这跑偏不过分 就没事 是不是 这个的话呢 它也是辅助的 是不是 好 还有的话呢 我们很多细节的 大老师呢 带大家一步步去研究啊 是不是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的话呢 以后大家在做 机架设计的时候 如果说载荷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你希望用这个板件 做机架的话呢 这个地方 可以去吸收一下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机架 是不是 这个机架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话呢 很有意思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话 这两个点的话呢 与我们下面 这些连接 是不是 两个点的话呢 它就可以防止它 什么样 这个旋转 是不是 上面的话呢 我们是腰孔 大家记得好了 下面是圆孔 上面是腰孔 腰孔的话呢 这里面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圆孔都很简单 是不是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说的 是不是 那时候呢 上面腰孔的话 这个要注意了 因为啊 我们这一个板件材料 实际上它不可能 精度特别高 对不对 如果说你现在 上面也是用圆孔的话呢 就可能会导致 一个问题的发生 是不是 就会导致 可能因为这个 加工的精度问题 导致我们这个 什么呀 挪温 装不上去 是不是 其实很多这个工业师的话呢 因为这一点 没有考虑之后呢 导致我们这个设计啊 时效了 是不是 大小小师的话呢 希望大家的话呢 一定要高度的 去重视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很多很多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 这些地方呢 大家也看到没有 这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去观察的话呢 会发现 这地方 它是一个连接件 是不是 这个地方也可以连接件 我们把这个设备的话呢 分成三段 都是什么 原来很简单 都是什么 分成三段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什么呀 装这个滚铜的 是不是 这段的话呢 是装我们这个什么呀 张景装置 以及我们这个滚铜的 对不对 这的话呢 就会简化我们这个结构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呢 都有可能是发生 这个机械故障的情况 对不对 而不要我们把整个设备 全部换掉 对不对 不要把整个机械换掉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就是把我们这个什么呀 容易破坏的结构 是不是 容易发生 这个机械故障的结构的话呢 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呢 做成一个小小的装备体的话呢 在进行装备的时候 当发生故障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段拆下来 是不是 还不要整体的去更换 这个机架 是不是 这地方其实啊 它是基于这个成本考虑 我相信在这方面呢 可以从大小的课堂里面啊 可以学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啊 其实啊 都是什么呀 符合相机工艺的 是不是 好 还有大家会看一下 我们这房这个电机啊 这个电机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通常的话呢 是把它装在下方 是不是 因为这广设备的话 这个电机不轻啊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电机的话呢 功率大概是在1000万左右 1000万左右 有电机的话有多重呢 大家就去查一下 好不好 加上我们这个减速相当的话呢 它不轻 如果说 你不选择一个合适的 这么一个安卓方式的 这个电机的话呢 如果这样摆之后呢 它有可能会翻转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防翻转的 这么一个结果 是不是 好 大家再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线体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 稍微观察还发现 什么样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 什么样 跟我们这个地面 对不对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裸纹 把它紧固起来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面的话呢 这一块 我们已经打了水平 对不对 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机件 然后呢 这个里面 预埋了这个钢板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什么样 把这个机甲的话呢 通过这个孔 是不是 跟我们这个地机啊 紧紧的 什么样 用裸纹锁在一起 是不是 这方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OK 好 还有很多细节的话 大家注意啊 这方面呢 我们通常啊 都是用这个螺纹连接 是不是 这个螺纹连接的话呢 它怎么样 比焊接好的地方 主要是怎么样 它这个拆装啊 比较方便 是不是 好 如果说 大家觉得大小吃的课 很OK 然后都呢 想学习 飞标记车设计 想那高薪 对不对 大家可以加上 我们的学习群 3178 74693 或者说加上我的QQ 284 3745 好 谢谢